2024清新福建型已经是两岸媒体重要的交流渠道 今年也办得相当的圆满成功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整个活动的精彩内容 2024年第16届海峡论坛已经在中国厦门圆满结束 在开幕的前夕 福建东南广电集团特别举办了一场清新福建型的联合采风活动 邀请海峡两岸60多名的媒体记者网红前来福建参观 福建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王晨虎欢迎晚宴中表示 希望台湾媒体以新闻眼将老家福建所看到的新发展 新变化 新生产力 妙笔生花的传给保岛台湾的民众 增加两岸的情感跟交流 在此我请代表主办单位向你们自己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王晨虎巡视员的这番话不仅赢得了在场两岸媒体的热烈掌声 许多媒体也都表示这一趟来到祖国福建 看各地软硬体建设突飞猛进也有感受到浓浓的乡愁跟感情 今年的清新福建型活动 媒体从福建省省会福州市南下 走访光阳淡业 参观闽南传统街道 也到近江市参观安踏 整合散业当地的知名企业 还有白礁慈己开机主攻 跟漳州市台商投资区深入采访 可以说是行程满满 收获满满 台湾也是我们同胞的 都是我们平南 这个闽南的过气的 所以我们要互相了解 增加感情 尽量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特别是台海两岸就是乡图的这种文化 比如说像元宵节 那台湾可能也有一些元宵节的话 我们就是会比如说以夏令营的形式 或者是以这个东令营 因为春切嘛 最近可能跟东令营比较靠近 然后邀请我们台湾两地的这种大学生 然后组成这种民主研讨班 然后邀请他们到我们当地来 不管是在漳州市台商投资区的罗立芬集团 近江市的安踏企业 或者是莆田市鲜油县的鲜水洋风景区 两岸媒体都感受到祖国中国福建 到处都展现出欣欣向荣的生命力 不仅成为媒体记者精彩的采访内容 也给大家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记者陈文旭 肖佑琴 李嘉津突见报导 包括亲密对象的区域 这个安排的